大家好,欢迎光临我的频道 在暗黑破坏神四游戏中 应对BOSS是一个痛苦且快乐的挑战 对于新手而言更是如此 游戏中的BOSS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可以用它们独到技能和专长来碾压玩家 更重要的是 你不仅要面对游戏情节中不可或缺的BOSS 你还会体验到世界BOSS的味道 暗黑破坏神四游戏的BOSS玩法作为一个整体 的确具有挑战性 因此击败任何一个BOSS 都不是在公园里散布那样轻松 然而就像任何其他游戏一样 有些BOSS比其他BOSS构成更大的威胁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 暗黑四游戏中你在对抗时 应该格外小心的那些BOSS 第八名血色主教 暗黑破坏神四中的血色主教可以在一个名为Sanguin 教堂的地牢中找到 你应该知道在解锁之前您无法去那里 这可以通过完成血色讲道任务来完成 这也需要你杀死这个BOSS 该任务可以从科瓦拉的修女NPC北拉处触发 这个BOSS带有超强的生命值回复能力 所以大家要尽快将其击杀 身上有什么技能就尽快释放出来 不要迟疑 在击杀之后可以获得大量的奖励 并且能够拾取到关键道具红色圣杯 血色主教的招式为魔法导弹炸药袋 而最致命的招式是抓住 暗黑破坏神四中的血色主教 是您在完成各种支线任务时 会遇到的最危险的生物之一 以下是对血色主教的动作 以及应对这些动作的最佳方法的简短描述 魔法导弹 血色主教向你发射几枚魔法导弹 这些射弹不是那么准确 所以你可以通过简单的在BOSS周围移动来躲避它 炸药袋 BOSS召唤出四个装满鲜血的袋子 它们在短时间内爆炸 如果你想在爆炸之前摆脱它们 你可以摧毁它们 抓去 这是最危险最致命的攻击 BOSS用它的两个卷须抓住你的角色 如果它击中你 你将被俘虏血色主教会吸你的血 通过这样做 BOSS会对你造成重大伤害 并恢复自身一小部分HP 若您所见 抓去是这个BOSS最危险的招式 因此我们强烈建议您记住它的动作 并专注于躲避它 此外您应该使用AOE能力 来破坏BOSS召唤出的装满鲜血的袋子 这些攻击本身并不危险 但它们确实限制了你的移动 这意味着你将有更少的空间 来躲避其他两种攻击 无论如何 你都需要避免被中招 一旦中了它的大招 你的角色将无法移动 你会失去很大一部分的生命值 并增加BOSS的生命值 因为它会吸你的血来恢复自己 血色主教是一种致命的施法者类型 绝对不要小看它 是的我们要高度重视它 在战前做好相应的准备 然后我们去血色教堂 打败这个恶魔 得到你的黄金和战利品 第七名 阿斯塔洛斯 阿斯塔洛斯S12 是暗黑破坏神四游戏第二幕的最终首领 是一个骑住三头恶犬的可怕的恶魔 也是莫菲斯托的副手之一 阿斯塔洛斯负责维护 崔斯特瑞姆大教堂周围的地狱火屏障 并在第二幕的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 莉莉斯雷雷的使阿斯塔洛斯复活 允许他进入地狱 同时允许恶魔队反对其回归的人造成严重破坏 阿斯塔洛斯的确是一位具有挑战性的Boss 因此挑战这个Boss之前 请确保您做好充分准备 要在暗黑破坏神四中打败阿斯塔洛斯 请确保您拥有合适的装备 在开始战斗之前 主意升级你的装备 以提高角色的力量等级 准备足够的抗火灵药和治疗药水 这是必不可少的 要在暗黑破坏神四中击败阿斯塔洛斯 您需要熟悉Boss的动作 暗黑破坏神四游戏中 阿斯塔洛斯的主要技能是 法杖挥机 阿斯塔洛斯拥有强大的法杖挥机 一次击中即可耗尽你的大部分生命 火焰攻击 阿斯塔洛斯使用各种火焰攻击 避免这些攻击对您的生存至关重要 这是火焰攻击的两种主要手段 一是仇恨混合物喷出的火焰 二是火球范围攻击 暗黑破坏神四游戏中 击败阿斯塔洛斯的技巧 在挑战阿斯塔洛斯的过程中 您需要采取谨慎的定位 不断地移动 以及防御和进攻相结合的策略 做好准备 保持耐心 并根据需要调整策略 这里有一些提示 一是远离坐骑的头部 而是躲避在阿斯塔洛斯的下方或后面 这种定位将增加您的生存机会 二是持续移动 对于避免阿斯塔洛斯的区域效果攻击至关重要 留意这些攻击将落在何处的提示标记 并避开这些地点 三是请在这场具有挑战性的BUS战中保持耐心 耗尽阿斯塔洛斯需要时间和精力 所以要坚持不懈 四是躲避阿斯塔洛斯 并尽可能攻击他的后方 此策略将帮助您 在处理某些损坏时避免BUS的攻击 五是使用抗火药剂 来减轻阿斯塔洛斯的火焰攻击所造成的伤害 抗火药剂在这场战斗中尤其有效 这个BUS血量很厚 具体是三段 战斗中只要我们按照上述步骤谨慎操作 保持耐心 我们就能战胜它 获得我们的荣光和战利品 第六名 安达利尔 安达利尔是暗黑破坏神四游戏 第一幕的BUS位置在监牢的第四层 从僧院在太魔高地军营内侧 回廊教堂地下监牢四层 进去就能找到它 这是有一个凶猛的BUS 安达利尔是你在暗黑破坏神系列游戏中熟悉的人 被称为痛苦少女的安达利尔 是邪落魔鬼中唯一的女性成员 安达利尔在沙尘暴中与你战斗 如果你继续进入沙尘暴 它会逐渐降低你的生命值 暗黑破坏神四游戏中击败安达利尔 还是会有一定难度的 他的红球和激光还有铁链的伤害是很高的 关家主要是灵活地躲避掉之后 等到时间差不多就放大招 这样才能快速地将他击败 并获得掉落的装备 安达利尔打法提示 一是把尾王召唤出来之后就要进行攻击 在击败之后能掉装备 二是在攻击的时候就要注意不要被激光扫到 扫到之后掉血是非常快的 三是战斗中特别要躲开链子和红球 这两个的伤害也是非常高的 四是在红球攻击的时候要用无敌掌来防御 五是Boss在二形胎的时候使用大招在他面前来释放 完成之后立刻回到原位 这样一边躲避Boss攻击一边抓住机会攻击 时间到了他就会倒下 在击败Boss后我们就能获取到掉落的装备 第五名 厄莱亚斯 厄莱亚斯阿拉雅斯是莉莉斯的得力助手 也是将他召唤到庇护所的人 他是不朽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得不在暗黑破坏神寺中 不止一次面对他的主要原因 他的实力是不容小觑的 经过莉莉斯又发出的阴暗力量 在游戏过程中他也同样会变得难缠无比 实战过程中会穿上一具大铠甲 与诸多小怪共同阻挠玩家 而且他所在的副本地图中 还有住诸多的机关 这些机关也会给玩家造成一定困扰 特别是操作方面一定要谨小慎微 厄莱亚斯的主要攻击手段 血球 厄莱亚斯举起他的手臂 并发射会在撞击时爆炸的小血球 这种攻击很容易识别 在血球注录的地方 有红色标记清楚的标明了 所以玩家必须注意这些并相应的躲避 不要原地踏步 地面五角星 厄莱亚斯在地面上创造出两个会爆炸的圆形五角星 一看到五角星形成 你必须远离它们 寻血导弹 制造三个血球 在半空中重新指向你 这时你不要原地踏步 看到它们就赶紧走开 血屏障 召唤两名助手 创造一个血屏障 以防止对它造成伤害 这时你要杀死疯狂的祈求者 以移除障碍 与厄莱亚斯的战斗 分为四个阶段 具体来说 在第一阶段 在与厄莱亚斯的短暂过场动画之后 你和罗拉斯·罗拉夫都与厄莱亚斯交战 他在这里所做的 是发送对您造成一定伤害的射弹 但此时的他 还是很虚弱的 杀死厄莱亚斯并继续前进 当你再次遇到他时 第二阶段开始 在这里 他召唤了一个名为莉莉斯冠军的大型恶魔 他继续向你发射射弹 但也有其他的攻击手段 在这次战斗中 你需要注意他的名为 Crimson Ripple的攻击 如果你注意到 地面上覆盖住红色的蒸汽 你就会知道他正在使用这种攻击 你将无法完全躲避他 所以要十分小心 避免死亡 杀死厄莱亚斯并继续前进 当你又一次遇到他时 第三阶段开始 在这里 他再次召唤了莉莉斯的冠军 并继续他最后两个阶段的攻击 但表现得更平凡 他在这里的一个新攻击 使他创造召唤直来 召唤仆人攻击你 当厄莱亚斯执行此操作时 他将免疫直到仆人被打败 在与这个恶魔和仆人战斗的过程中 厄莱亚斯仍然会攻击你 杀死厄莱亚斯并继续前进 第四阶段 从你最后一次遇到他开始 他进行与过去几个阶段相同的所有攻击 但他现在更强大了 杀死厄莱亚斯并与罗拉斯交谈 击败厄莱亚斯后 玩家将获得金币奖励 以上就是暗黑破坏神4中最难对付的8个Boss的上半部内容 谢谢收看 在下半部的内容中 我们将剖析徘徊死魔 贪婪魔 艾萨瓦和莉莉斯等4个高难度Boss 请继续关注并订阅本频道 我们下次见